現時,深港兩地政府正是全力推展黃岡口岸的重建 為了加強口岸的處理能力 兩地政府是同意在新的黃岡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 並正是積極研究推行辯民的合作檢查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 在這種通關的模式下,出入境雙方的自助通道櫃台 將會在兩地口岸的邊界線上並排建立 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隊,檢查一次證件 就可以經出入境雙方的檢查區域完成兩地出入境的手續 另外,特區政府在規劃重建沙頭角口岸 以及未來建設新口岸的時間 也會研究採用同樣的做法 實施一地兩檢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安排 以便利旅客是過關和提升通關的效率 但是考慮到香港國際機場的運作模式 是連接不同的目的地的國際航班的樞樓地位 當中涉及法律和執行上的問題 而至於整體效益也有所不同 所以我們必須仔細研究 在此,還有一旦攻略看 有關的動作 在這方面的細研究